公寓五楼里一群男子正在剧毒 警方上门逮人 他们还用身体冲撞远警到处逃窜 警方立刻用辣椒水控制现场 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由于是密闭空间 就连远警都受到辣椒水波及 不断咳嗽 甚至支援警力到达 也被辣椒水拉到 一度睁不开眼睛 原来这里是新北市移动公寓五楼 当时警方接获检举 说里面的人正在剧毒 两名远警上门查看 发现里面有六名越南籍男子 蹲在地上赌博扑克牌 他们见到警方上门 分别往阳台厨房还有楼梯逃窜 其中三人更用身体冲撞远警 让远警不得不用辣椒水控制现场 最后警方逮捕四人 还发现一名越南籍女子躲在房里 这五人都是逃逸一躬 全输一送